孟老师我们就请你来 帮我们预告一下 下周各生肖的整体运势 来老师 好我们来看一下 3月17号到3月23号 12生肖周运势如何 来看一下生肖属猴 还有老鼠还有龙的朋友 在运势上有三颗星的好运 那表现上就是 喜逢贵人一帆风顺 代表说这个礼拜 你要多广节善缘 而且你的人际关系很好 我们恭喜志伟有上帮 所以这个礼拜人见仁爱 多发挥你的常才 可以得到 博乐来帮助你更长一层 恭喜你了 好来看一下生肖属蛇 属鸡还有属年的朋友 这个礼拜 只有一颗星的表现 要特别注意什么 特别注意小人有晋升的问题 而且你要谨言慎行 你不要觉得说 我跟你讲话是讲实话 所以别人都不会跟你讲实话 但是有时实话是不好听的 所以要多去夸奖别人 每言几句 这样才可以得到好的人和 才不会有些小人来重伤你 所以有时候身边 你觉得是贵人 或是你把他认为是好朋友的人 也不要太过度的信任 才可以明哲保身 好来看一下生肖属虎 属马还有属狗的朋友 这个礼拜有五颗星的好运 恭喜你们了 在哪方面呢 财运旺盛 静财稳健 如果说你有一些财务上的压力 甚至于想要工作上的业绩 想要更好的话 这个礼拜可以趁胜追击好的努力 财运之神是眷顾着你 恭喜你了 好来看一下生肖属猪属兔属羊的朋友 这个礼拜有四颗星的好运 也非常的好 在哪方面好运呢 职场顺遂 七小达标 所以这个礼拜工作运真的是强强棍 所以把你的才华有效的发挥 可以因为工作的关系得到好的奖金 恭喜你了 好来看一下加码的部分 桃花最旺就是我们的生肖属猪的朋友 还有事业最好生肖属猪的朋友 以及财运最佳生肖属猪的朋友 太棒了 好容易